WhatsApp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百大女游系列的第九集 这一次出场的是真正的AV长情术 活化时等级的传奇人物 Nina Hartley 那我们话不多说,Let's do it Nina Hartley,本名是Maria Louis Hartman 出生于1959年3月11日的加州Berkeley 身高1米65,体重60公斤 三位是34,25,35 Nina在1985年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护律学院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 然后大家是不是以为故事的发展一定是毕业之后 做了一段无聊的工作之后决定转行拍AV呢 大错特错 其实是Nina在大一的时候 她在旧金山的一家老师电影院 看了一部叫《跳蚤自传》的成人电影 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女导演唱作的成人电影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而正是这部电影震撼了年轻的Nina的心 她毅然决然地决定进入成人行业 于是从大二的时候 她就先后去了萨特电影院和米歇尔兄弟电影院 担任脱衣舞娘 你没有听错 1982年的时候 脱衣舞真的是在电影院里观看的 1984年 也就是Nina大三的时候 她正是以Nina Hartley这个名字进入AV界 接着我们就要弄清楚为什么她要用Nina Hartley这个名字 Nina是当年她在脱衣舞厅工作的时候 日本客人唯一能叫得比较清楚的英文名字 而Hartley则是和她本名Hartman比较接近 但自己也想要一个听起来比较像真实名字的名字 进入AV界的Nina Hartley 一开始是为Hastler还有High Society拍摄色情照片 不久之后 她的首部个人作品 Educating Nina就问世了 而这部作品的导演 是当时鼎鼎大名的佩吉阿姨 Julian Anderson 而Nina之所以能够得到佩吉阿姨的赏识 完全要感谢自己的第一任丈夫David 当时David在市场遇到了Anderson 然后就掏出了自己太太的照片给她看 结果对方一眼就相中了Nina 并邀请她出演自己的新作品 所以可以说是David亲手促成了Nina后来的成名之路 而Nina Hartley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她的第一部作品就能大获成功 粉丝和业界给她打上了两个很棒的标签 浅蓝色的大眼睛 还有细腰小翘臀 尤其是小翘臀 直到她现在60岁了 依旧被粉丝们津津乐道 随后的日子里 Nina的影片产量开始增加 尤其是拍了David Das系列的几部影片 让自己的知名度大幅提升 终于在1987年 凭借David Das Dishes 一举拿下那一年的AVN最佳女演员 1992年 Nina首次担任导演 她的作品 Nina Hartley's Book of Love 成为那年销量最高的影片 Nina Hartley的爱情生活 也是圈中一段神奇的故事 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David 当时是一段真正的三人婚姻 在她认识David之前 对方就一直和一个女人同居生活着 然后Nina嫁给了David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生活在了一起 直到后来Nina离婚 David身边那个女人也依旧存在 这段传奇故事也是Nina整个AV生涯的一个小插曲 目前依旧活跃在AV界的Nina获奖无数 并且已经是AVN XRCO名人堂成员 至于各大终身成就奖更是拿到手软 而AV圈之外的Nina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 她写过自己的书 Nina Hartley's Guide to Total Sex 有自己的电台 参加过各种脱口秀节目 并且坚定不移地支持性解放运动 她还是一位优秀的性学专家 并且在诸如哈佛 Berkeley的世界名校任教 除此之外 Nina也在主流电影圈闯出过一番成就 1996年电影Bubbles Gallery 1997年电影Buggy Night 以及2006年亚马逊获奖纪录片 How Do You Want It 她一直致力于为AV界的从业人员 获取更大的自由和利益 如果你一定要我说出一部 Nina Hartley最棒的作品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是Who's Nanny Palin 在这部影片中 Nina扮演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 而副总统佩玲的扮演者 是另一位传说级女优 Lisa Ann 这部作品是AV迷们一生中 一定不能错过的一部佳作 如今的Nina Hartley 虽然依旧奋斗在AV第一线 但毕竟岁月不饶人 她说自己已经不会去拍摄 任何不穿吊带袜的性爱影片 这只是因为她自己的大腿 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光滑 并且无论任何场景下 她都会坚持不脱掉内衣的拍摄行惯 因为她的胸部开始下垂 一切的一切 都是希望观众眼中的自己 依旧是美丽性感的 我们也希望这位在AV界 创造了无数传奇的女优 可以继续在圈内发挥娱乐 给大家带来力所能及的新作品 那我们今天的 美国百大女优第九集 Nina Hartley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多多订阅 多多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